我告訴大家 最近的我的一種感應很奇怪 當我每一次坐在法座上 當白蓮花王跟他所有的劍屬 一起進入我的身體裡面 全部進入的時候 我發覺我自己的身體在振動 包括所有全身的氣都在振動 有一種力量要把我從法座上面往上提起來 就是把我的身體整個人提起來 要提到虛空之中 上個禮拜我就有這種接受 要自己的身體一直在振動 好像要把我提到虛空 今天也有這種現象 我告訴你 總有一天 所有的諸尊進到我的身體裡面 我變成所有諸尊的力量 我形成我的身體變成一個坦誠 我就是祖尊 這個坦誠是言行的 言的 內言四方 內言四方 裡面是圓形的剝葉光 把我整個包住 所有的諸尊全部進到我的身體 他們應用所有的力量 跟我結合成為一 這個時候 我能夠慢慢的從我的法座上 慢慢往上升 我可以在虛空中 跟你們說法 我到今天才明白 我到今天 上個禮拜我才明白 當你的身體完全無酷 然後 身口意完全清淨 所有虛空的諸尊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時候 你跟諸尊完全合一 你變化成為一個波葉光 在你的四周 然後你自己就是本尊 這個時候 以波葉光的力量 跟所有諸尊的力量 把你抬起來 然後你身上 悉空之中 這個是連肉體都抬起來 一直抬 就是上個禮拜的感應我最強烈 他一直在力量 一直在拔起來 一直往上一直拔起來 總有一天我會從坐墊上 一直浮浮到西空之中 以前啊 有一位上師問我 密教裡面 為什麼以前的祖師也都能夠在西空中 能夠這個叫做武空術 能夠在西空中浮游 為什麼祖師也有這樣的記載 能夠在西空中浮游 我告訴你 馬吉拉尊 他在親普修行完的時候 離開那裡 所有諸尊進到他的身體 他能夠浮起來 在西空中 離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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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幾寸 幾分的這樣子 能夠在西空中這樣子走來走去 密勒之八也是一樣 能夠在西空中浮游 原來就是當所有的諸尊進到你的身體裡面 以諸尊的力量跟你合一 然後你就變成了剝葉光裡面的祖尊 你能夠浮游在西空之中 告訴大家 是這個原因 我上個禮拜知道了 有請問 有請問 請問 一按一下 防禮 exit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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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 成雲